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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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优秀的那些 他们在季后赛必定走不远 近日 根据随队记者拉莫那些耳板透露 洛杉矶湖人还将是是自由球员前太阳的中锋莱恩 据悉 魔术师约翰逊 总经理佩林卡和主教练沃顿都非常看好这名大个子 作为2013年的5号新秀 太阳球员阿莱克斯·莱恩这些年的发展 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 去年夏天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后 没有球队给莱恩开出实质性的报价 最终证明乌克兰中锋只能以一年42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重返太阳 在2018年壮爱队加盲太阳后 莱恩彻底被太阳放弃成为了一名自由球员 莱恩是一位技术全面的中锋 能拉开空间 防守来板保护得很好 还是一个督产的封盖手 它能加盟胡人 无疑提升自京军内线的硬度